记者年秒云新北报道,开季至今迟迟未开湖的台电,经不及多点开花的电信,中场以46比66落败。 此一台电面对电信严密防守,两分球命中率仅29%,全队仅投进一颗三分球,张诗杰攻下15分最高,林前方7分次之。 台电林先方,又,带球上篮,电信球员防守不及记者王毅松射,电信替补上阵的王丽云攻下全队最高13分,黄湘婷,黄红英9分次之,教练和孟宜肯定球员的表现。 今天在防守部分有做好,把对手的命中率压低,但他认为全场出现22次食物仍有待改进。 王丽云,又,攻下全队最高,记者王毅松射,电信王丽云,左,带球上篮,台电球员防守不及,记者王毅松射,电信本季曾打败国泰,对上台电也未有败战记录,但偏偏碰上台员就是赢不了。 明江再度交手,柯孟宇表示,希望球员能把之前做不好的地方修正,加上伤兵陈彦宇,黄湘婷状况好转,在篮板的掌握上应该可以更好,有机会一搏。 正中行人小不点,黄玉婷进上场11分钟,投进一颗三分球,拿下三分,二助攻柯孟宇表示,当然希望他可以多打,通常行人都会有些怕怕的,但他的表现还不错,也很认真。 电信黄湘婷又与台电李亚杰左争强篮板球,记者王毅松射,电信潘思莉盈,记者王毅松射,电信王维林又带球上篮台电球员防守不及,记者王毅松射。